来看一个温暖的报道 今年66岁的独居长辈庄阿公 5年前又早因为糖尿病蜂窝性组织炎 而截肢无法工作 只能靠领取政府补助和卖彩券来过活 平常也没有余力打扫家里 为此华山基金会大甲爱心天使站 这天是特别邀请了十多位大甲地区的替代艺男 担任打扫志工 合力大扫除庄阿公终于有干净的居家环境 戴着口罩 挽起衣袖 多位穿着制服的替代艺男 努力将屋里屋外各个角落合力清扫干净 尽管过程辛苦 但大伙一点都不喊累 希望能为独居又行动不便的装阿公 尽一份心力 就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平常其实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的事情 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帮忙阿伯 然后就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那我觉得帮他打扫厕所的时候 可以发现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很脏乱的地方 大扫干净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感觉 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多关心这个社会 就是需要被帮忙的那个老人们 然后帮忙他们清理东西 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啊 66岁的庄阿公 5年前又缴因为糖尿病蜂窝性组织炎 而皆知无法工作 只靠着政府补助和卖彩券过活 平常没有余力打扫家里 环境十分脏乱 为此华山基金会大驾爱新天使战 这天特别邀及十多位大甲地区的替代艺难 担任打扫志工 贴心举动也让庄阿公是感到相当窩心 我只是独居老人 还有成长 没办法 有他们把我拼在里面 我感觉都很温暖 我没有没有 比较清晰 我感觉都很感恩 很感谢 刚好就是中元节 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然后想说利用这个时间 又跟我们大甲区的校区一南有配合 然后他们也很热心 然后就一起来帮阿伯做打扫 帮阿伯本来他本身要爬上爬下也不方便 透过实际行动贡献一己之力 让庄阿公有干净的居家环境 而基金会也表示 像阿公这样的独居长辈 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还有许多长期需要关怀访试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帮助独居长辈的生活有所转变 感受社会的温暖和关爱 接着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